是的持续了将近四个月的加沙战火 没有停火的迹象 以色列盟友原本力挺的立场也开始动摇 星期日在比利时就有数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 要求欧盟实现加沙立即停火 并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措施 另外在法国 则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抗议 法国国会上个月通过的移民法 加沙战火持续将近四个月 夺走超过两万五千人性命 数千名比利时人星期日再度走上街头 声援巴勒斯坦 要求欧盟实现加沙立即停火 并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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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组织者的资料显示 走上街头的有2万多人 但布鲁塞尔警方则表示有9000人 示威者认为担任欧盟理事会 轮值主席国的比利时 在今年上半年应该倡议向以色列禁运武器 对以色列采取欧盟层面的经济和外交措施 声援巴勒斯坦人要求以色列停火的还有西班牙人 示威者在加泰罗尼亚首都游行 挥舞着巴勒斯坦旗帜 高呼还巴勒斯坦自由 示威者表示 袈裟已经有数以万计的人丧命 活着的人也同样无法安居 因此才会走上街头声援巴勒斯坦人 在法国同样看到示威场景 不过群众的诉求有些不一样 在巴黎 波尔多 里尔等等大城市 许多的法国人走上街头抗议移民法 一些没有证件的工作者 也聚集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抗议 法国总工会预计有大约15万人 在法国各地抗议 不过内政部公布的数字为7万5千人 法国国会12月通过新移民法 收紧移民政策 除了将严厉打击违法外国人 同时也会更严格的限制 向合法居住的外国人发放社会福利